当地时间5号,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发表讲话,首次公开承认美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。 布什说,美国在住房、信贷和金融市场方面遭遇了严冬,造成了美国失业人数激增。 美国专业经济研究机构此前曾表示,美国经济早在去年的12月份就已经开始进入衰退,但白宫一直不承认美国经济陷入衰退。